歡迎收看世新新聞 我是主播西安紅 目前位於台式新聞台 各位同學現在開始快攻快打 老師可以各自用一句話 來說明主播記者跟老師的不同跟特色嗎 主播就是一個很傲嬌 沒有開玩笑 主播就是一個很震驚的角色 然後記者就是一個很活潑的角色 然後老師是一個只能對不能錯的角色 那主播記者跟老師最喜歡哪個身份自己 主播記者我最喜歡記者的身份自己 為什麼 因為記者身份很自由 我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 好 那有個開關會控制自己變成某個身份或角色嗎 會會會 對 當你在進行那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都必須要先做一個儀式 然後就會 起雞 然後 一個不小心就回到原來的自己 那當主播播報遇到地震 第一個想法是 第一個想法是想逃 那最尊敬的新聞工作者是 我最尊敬謝向榮 BBBS 他跑新聞時遇過的靈異事件 我沒有遇過真的靈異事件 他有遇過假的靈異事件 就是明明在跟攝影師就是問他說 這個麥克風有聲音嗎 然後收完音之後回到公司全部沒聲音 那從事新聞工作最糗的經驗 最糗的經驗 如果要說丟臉就常常都在丟臉 因為如果問一些笨問題就會丟臉 那覺得自己做過最滿意的新聞是 自己做過最滿意的新聞就是 2014年剛好也呼籲最近那個香港 反送中事件 2014年的時候我有去站中 然後這次就又回想說 哇 那個時候可以站在 全球歷史的 前端這樣 開端 那從事新聞工作最需要具備的三種特質或能力 嗯 樂觀 不放棄 好奇 市場之後最驚訝的事情 就是學校學的新聞倫理 跟職場的新聞倫理有段差距 那大學最後回沒做的事 大學最後回沒做的事 我現在非常想念動物系 那這學期教課有什麼感想 我覺得常常會感嘆 因為你知道隨著年紀的增長 大家都會感嘆自己的年紀 然後這學期教課的最大 印象最深刻的感受就是 原來我們並沒有差太多 那除了當主播記者跟老師 最想做什麼工作 就是剛剛那個 動物 對 我想要去台北市立動物園工作 那建議學弟妹一定要在大學做的事 或培養的人 一定要做的事 要看每個人想做什麼事 但是一定要做不只一件事 一定要多做幾件事 好 那謝謝我們就今天 放棄老闆可以共同 拜拜 好 謝謝